中秋節節過了,不過大家的月餅吃完了嗎? 是不是還在做早餐呢?還是已經成為了武器呢? 中文都會爆炸! 話說有一間大學就在中秋佳節期間搞了一個晚會 在晚會前夕,就在學校範圍排好Banner做宣傳 其中一塊Banner上面寫著什麼? 但願人長久?千...女...共...閃娟? 不好意思,我中文差 什麼不是千...女...共...閃娟嗎? 千...女...是誰? 是不是阿千尋的朋友?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錯呢? 這件事被人在網上笑之後,主辦方就把Banner拆除了 但就完全沒有解釋過任何事情 想來想去,唯一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簡體轉繁體的時候出錯 只不過呢,我實測的時候就發現 無論是用Google Translate 還是用大陸人很喜歡用的百度翻譯都好 就算你打完簡體再轉繁體 都不會愚蠢到把理字轉成女字 就算你不整句打 你只打一千里兩隻字都不會轉錯 你是要好像執字粒一樣 逐粒字放進去翻譯才有機會轉錯 到底打錯這句話的天才是有心還是無意呢? 然後這麼明顯的錯出來都沒有人發現? 咦?負責人等全部都是大陸人嗎? 而剛巧那期大家都在惡搞Google 學校名 然後有網民就順手惡搞他了 惡搞其他學校名我就不贊成了 至於這間學校被人惡搞 我只能夠引用當年李Sir的經典名句 不完美,可接受,但也要改變,改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明顯錯的故事 嘩嘩嘩嘩嘩,開心大發現 大辣辣72公斤這麼重的薯片 都只是賣多少錢啊? 14個半而已 這麼多薯片,金舖真是薯片自有 你們經常笑買薯片根本就是買空氣 金舖真是買空氣都值得 你想想,大辣辣72公斤的空氣 要多大個袋才能安裝 在香港某個行人天橋的升降機裡面 有一塊控制面板上面寫著什麼 FB,不是Facebook 而是Foot Bridge 等一下,這裡寫什麼? Foot Bridge,食物桥? 它不單止那塊面板寫Foot Bridge 就連升降機外面那塊Display 也是寫Foot Bridge 難道真的有食物桥? 通去哪裡? 是不是通去這個露天廣場吃Pizza? 哈哈,這個一套 Ice Scream? 什麼冰色叫的嗎? 還有尖叫 尖叫雞就見得多了 尖叫冰又是什麼呢? 叫聲又是怎樣的呢? 貓式喵 馬式 但有種聲 我不知道 那些冰是怎樣叫 噢,不是啊 原來是這樣 首先根據這條片 我們可以得知 冰也是一種雪糕 然後再加上這張圖 如果我們買雪糕的時候 拋打雪糕外面的玻璃 會嚇到雪糕 既然會嚇到雪糕 那雪糕會尖叫 也是很正常的事 對吧? 好,這是某間零售店出的告示 寫著什麼? 嚴禁這個零售店的員工 由此門禁出 禁由此門禁出 為者言情 立即開除 什麼? 言情? 即是言語的懲罰 用口罵 不要緊的 罵我吧 我沒問題的 下面的鹽字有錯嗎? 應該沒有吧 你看上面也有打對鹽字 下面這個鹽字 看來真的想說言語的鹽 接著這間茶餐廳厲害了 焦鹽賴屎蝦 這是什麼新品種? 是否只有這裡才可以吃? 外面沒見過 剛才茶餐廳還可能說是自己開的 那也算了 接著這個餐單 看起來都絲絲正正 應該都不是一般的茶餐廳吧 誰知道餐單上面印著什麼 butterfly rice? 什麼來的? 當不懂英文也算了 但它中文呢 又真的寫 蝶頭飯 看 我就吃開石字邊的蝶頭飯 蝶頭飯 蝶頭飯是什麼呢? 飯組成像蝴蝶一樣 還是真的有蝴蝶在飯上面呢? 蝶頭飯也變成butterfly rice 那Minions就叫做奴才門 那Iron Man就叫做燙斗盒 那One Piece就叫連身裙 去剪頭髮 洗剪吹就聽得多了 吸剪吹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新的服務呢? 又吸又吹? 用什麼吸? 怎樣吸? 用口嗎? 直接吸乾頭髮嗎? 哦 不是啊 應該像這位爸爸一樣 用吸塵機吸頭髮 吸來做什麼? 雜邊 嘩 真的很貼心 剪完頭髮吹完頭 還有雜邊服務 如要按鐘請下車一次 哈哈 只有印度人才可以輕鬆做到 有位觀眾就分享他在某間快餐店吃他的扭扭粉的時候 就發現他兜粉的蓋面頭 就有個豬頭的圖示 但上面寫什麼呢? 青雞湯尾? 這隻是雞? 怎麼可以看得出這隻是一隻雞呢? 用什麼角度來看? 右下角那條又是雞的什麼? 還是青雞湯的青是一個動詞? 就是青走所有的雞 只有豬 是不是這樣? 現在連這間快餐店都喜歡玩這個Pokemon 猜猜我是誰? 外表看上去是什麼精靈都好 最後都是比卡超 所以這裡都一樣 無論外表是什麼 最後全部都是雞 那就是 好像這樣 雞全部都是雞 全部都是雞 他就分享說以前的貼紙是這樣的 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 什麼讓我不再懷疑自己 我都不知道 接著有位觀眾就說他唱K的時候發現 他們所提供的麥克風外的包裝 就印著什麼? 即是放菌麥棉 你說好像我家這樣的麥克風就說放菌而已 但是他這些是新的 一次性的 哇 真的沒想過現在唱K 除了可以練氣之外 還可以訓練免疫系統 又不做事 又不想 又不想 別人唱K那些就是防菌麵 他那些就是放菌麵 誰暗中都害我的 再放菌麵 內傷起你 不好意思 我的免疫系統很差 麥克風的菌太厲害了 已經入了我腦了 搞得我唱錯了 咦 不是啊 他沒有說放什麼菌 說不定他放的益生菌呢 正啊 更健康啊 好 接著這個是某個地圖的圖示說明 涼亭 Pathelion 觀景台 Observatory 淘寶區 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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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啊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只有他才變成全部是問號 突擊測驗嗎 現在就來考慮淘寶區的英文是什麼 還是怎樣 他現在暗串著台灣的行人道 不是淘寶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很多車穿插的 每個人走這個淘寶區 都好像玩障礙跑一樣 要避車要避障礙物 一點都不淘寶 而另一單最近最多人討論的 相信就是這位阿叔 在交電信箱服務費的時候 竟然出現天價服務費 7億多 什麼國家的貨幣 越南盾 喂不是 就算是越南盾也有20多萬港幣 到底要玩多少個小時的漫遊數據 才會有這麼誇張的月費 發生什麼事 趁著中秋節 飛到月球上找我一起上網嗎 難道又是跟太陽風暴有關嗎 人家去健身那些就說 預繳不知道多少年的年費 現在電信箱也要預繳這麼多年嗎 還是現在電信箱還玩借錢 還要借了不知道多少錢 要還7億多 那這件事在網上發酵之後 那個電信箱就回覆說 是客人自己在自作服務機那裡 在繳費金額的欄目那裡 就輸入了自己的帳戶號碼 對 我自己也是這個電信箱的客戶 他的客戶號碼的確是7字頭在9位數 只不過 應付金額不是自動顯示的嗎 還要自己人手輸入這麼高智能嗎 這個解釋也不是很合理 以上就是和大家所分享的一些 很明顯有錯處的告示 不知道大家覺得最印象深刻的是誰 又或者如果你們另外還見過一些錯的 莫名其妙之類的一些告示 都歡迎留言或投稿分享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再見 正所謂由字及輕 我們要正面一點 現在再看一次 要找些東西讚一下他 嘩 好厲害 沒有打錯長久的長字 好厲害 我沒有亂讚的 因為之前有位中文老師 把長久的長字 寫錯了做同音字的上字 因為普通話的讀音一樣 而被學生捉回頭不止 還用回老師的魔法來對付老師 就是罰回老師抄回頭 跟這位很明顯不甘願罰抄的老師相比 是不是突然覺得 做啤蛋的這個人 也不算太差呢